大家好,我是Chris,欢迎来到我的频道Chris Talk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高盛集团的前世今生 那么说到高盛集团,大家都知道Goldman是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行之一 也是世界500强企业 它是1869年成立于纽约了 距今已经有154年的历史了 但是如果我们讲高盛集团的前世今生 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1869年 我们要把目光转回到1821年 1821年是中国的道光元年 我们都知道在道光一朝最主要的事就是鸦片战争 那个时候欧洲的殖民者向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 那么1821年在德国的巴巴利亚 一个叫马克格德曼的人出生了 这个马克格德曼,格德曼就是Goldman Goldman这个词就是高盛的名字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克格德曼就是高盛的创始人 1821年的马克格德曼出生在德国的巴巴利亚 那么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 他本人也是犹太人 然后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这个牲口贩子 就是贩卖牲口的 其实家庭也并不富裕 而且他们家里一共有10个孩子,9个孩子有一个夭折了 那么但是呢,这个马克格德曼从他的父亲身上呢 继承了很多商人的天赋 比如说他的父亲就非常雄心勃勃 那么说马克格德曼 我们还是要再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马克格德曼的父亲 他的父亲名字叫沃尔夫·格德曼 沃尔夫·格德曼呢 他这个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 在这个家庭条件非常不好 但是呢,他从小呢 就非常有报复 他想离开家乡 那个时候呢,德国呢 处于天主教的控制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对犹太人呢 非常不友好 那时候犹太人要想离开家乡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 必须要交钱,付钱 叫犹太税 同时呢,这个还要说 他要迁入的那个城市 必须少一个犹太人 他才能迁入 就是保持这个名额的稳定 那个时候马克格德曼的父亲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一心想离开家乡 现在看啊 他的目标城市 其实呢,离他的家乡也不远 大概是只有25公里的距离 有点像这个中国的农村的孩子 想到县城里工作一样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 一心想去这个25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去发展 但是怎么去呢 首先他得知道 那个地方有一个犹太人去世 或者是离开 他才能够有名额 然后呢,他还要付钱才能去 于是啊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就 每天跑到那个城市的市政厅 去看 有没有犹太人去世或者离开 这个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天天去看 终于有一天呢 他看到有一个这个牲口贩子 去世了 就犹太人 然后这个牲口贩子呢 去世的时候30多岁 他遗留下来了一个寡妇和5个孩子 这个寡妇当时也很年轻 这5个孩子呢 也很小 最大的11岁 最小的只有4岁 然后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呢 就想说 你看这样一个家庭 只剩下一个妈妈带4个孩子 带5个孩子 说这样一个家庭 他还有这个贩卖牲口的这个生意 他肯定做不了 那么他一定这个需要帮工 于是呢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就主动上门 找到这个年轻的寡妇 就跟他讲 说你看 你也需要人帮你 能不能这样 你雇我做工人 我来帮你照顾这些牲口 然后呢 这个你不用给我工资 只需要让我在你家里边吃喝住就行了 提供食宿就可以了 这个寡妇呢 就答应了 因为实际上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因为他有5个孩子要养 这个生意也不能不做 所以说呢 就接纳了这个沃尔夫·格德曼 当然不出所料 过了大概半年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呢 就和寡妇呢 等起结婚了 这段婚姻呢 看似从一开始呢 有一些功利性在里面 但是实际上 最后我们看他过得也很美满 然后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呢 和这个寡妇呢 又生了5个孩子 等于说这个寡妇一共生了10个孩子 那么其中有一个夭折了 那么总共就是9个孩子 我们这个高盛集团的创始人 叫马克·格德曼 就是这个沃尔夫·格德曼和这个寡妇 生的这5个孩子里面的第一个 马克·格德曼呢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他继承了父亲的野心勃勃 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精灵 他的父亲呢 据说在当地啊 是非常有名的牲口贩子 据说呢 讨价还价特别在行 那么这个马克·格德曼在小的时候呢 经常陪着父亲一起赶车到集市 然后去贩卖这些牲口 在来回的路上呢 这个沃尔夫·格德曼经常给孩子们讲 讲什么呢 讲当地一些贵族他们的奢华生活 也许就从那个时候啊 这个追求财富的观念 就植入了马克·格德曼的心中 那么时间一转 来到了1848年 这一年呢 是马克·格德曼27岁 那么1848年呢 整个欧洲发生了1848年革命 也波及到了德国 1848年革命呢 主要是这个君主立宪派 还有这个共和派 反对君主专制 但是在这个革命前后啊 这个有很多的自由主义人士啊 就离开了欧洲啊 这个移民到了美洲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马克·格德曼经常能够听到啊 邻村啊 或者隔壁城市啊 有一些励志的消息传回来 说谁谁谁啊 到了美洲去淘金发了财 或者谁谁谁到了美洲 去贩卖牛仔裤发了财啊 所以说弄得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心里也很痒痒的 一直想是不是自己也能到美洲 去这个追求自己的未来 当然那个时候呢 这个马克·格德曼他也犹豫过啊 因为他毕竟27岁 他可以帮父亲做生意 如果他离开呢 可能父亲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是经过反复的思考 和家庭共同的商议 他的父母也同意啊 他到美国去寻求未来 当时呢 他的弟弟西蒙和马克·格德曼一起啊 搭上轮船去了美国 当然这一去就创造了一个 未来的金融巨子 马克·格德曼和西蒙呢 在船上啊 这个颠簸了几周 从德国坐船到英格兰啊 从英国再坐船到美国 在船上呢 这个西蒙他的弟弟呢 认识了一个朋友 所以说抵达美国没多久呢 西蒙就和他的朋友一起 到了这个加州去淘金 但是这个马克·格德曼呢 就留在了费城 他留在费城呢 头几年呢 他做什么呢 这个公开的史料记载呢 就说他头几年是做一个马车贩子 所谓的马车贩子啊 就是他驾驶马车啊 车上有一些日用品啊 香料啊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服装啊 走街串巷的去卖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就是因为他刚到费城以后呢 他租住的那个房子的房东啊 就是做这个生意的 就缺少这个工人 就说你愿不愿意来帮我干这个事 做销售啊 赶着马车 很辛苦啊 走街串巷的去卖东西 他愿意啊 他很高兴做这个工作 做这个工作 大概做了七八年 他做这个工作呢 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啊 首先第一个收获 他迅速的提高了英语水平 因为他在德国以前是讲德语的 那么到了这边呢 通过销售这样一个工作 迅速的讲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开始熟悉美国的这个民俗文化 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成立了几十年了 那么那个时候美国 欧洲移民在这个地方居住 已经形成了独有的文化 那马格格德曼呢 就了解了 通过这几年做销售 就了解了这些文化 同时当然他也讨价还价 做生意做销售 激发了他的商业天赋 这个马车小贩呢 这个一共做了大概七八年 然后呢 他就认识了他的妻子 娶妻生子 那往后呢 他满脑子都想着 怎么能够继续赚更多的钱 因为他也有好几个孩子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商机 什么商机呢 就是在那个阶段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移民到美国 但是呢 他们身上看着他们的行李 好像没有带太多的衣服 没有带太多的衣物 带的都是金银细软 财富或者是生产工具 很少有看到说 带大箱子衣服的比较少 所以说呢 马克格德曼呢 就觉得制衣业 一定 这个又比较有前途 这个时候呢 他的妻子也跟他讲 说发现一种新的机器 这个 做衣服非常快 这个机器 其实就是今天的缝纫机 然后马克格德曼 就斥巨资 当时叫巨资 自己付了两美元 向银行贷款了五美元 一共七美元买了第一台缝纫机 然后呢 就开了一个制衣厂 这个生意发展非常好 很快呢 他就有了两个铺面 然后呢 这个也赚到钱了 他就把自己的妹妹 从德国呢 也叫到了美国 帮自己一起经营 这个制衣公司 然后呢 他的妹妹在美国呢 也结婚了 然后他的妹夫 也进到了这个企业 大家一起来赚钱 这个制衣公司 一共做了多少年呢 大概做了十多年 然后时间呢 就来到了1869年 1869年这个阶段呢 美国又发现了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在加州逃金的这些人啊 有些人逃到了这个黄金以后啊 他就把这个财富运到美国 美国运到纽约 运到纽约呢 进行投入到这个金融业 这时候呢 纽约呢 又汇集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和欧洲的移民 所以说纽约的金融业 或者说银行业 蓬勃发展 1869年呢 这个马格格德曼呢 就想 这个制衣业呢 终究它是一个 有上限的行业 但是银行业 却没有上限 于是呢 他经过反复的思考 这个慎重的做出了决定 就是把所有制衣业的股份 全部专给了他的妹夫 而自己呢 就带着老婆孩子 来到纽约 开始了银行业的职业生涯 这个时候呢 马格格德曼呢 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他在加入美国籍的时候呢 改了名字 改叫马库斯格德曼 然后这个格德曼 他原本的名字后面是两个N 两个字母N 他也删掉了一个 就是格德曼 这样的话呢 更适合英语 这个环境下的人呢 来理解他的名字 所以说呢 他到了纽约以后呢 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挂了一个牌子 那个牌子上呢 就写M GOLDMAN 这个就是高盛公司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 高盛公司1869年成立 就是在他的家门口成立 那么他成立这个公司 他干什么呢 他干银行业干什么呢 那个时候银行业 也没有什么license的需求 不需要考执照 也不需要去做专门的培训 他就每天啊 这个西装笔挺 戴着帽子呢 走街串巷 跟以前一样啊 走街串巷 去收购那些小商贩 手中的本票 然后呢 再拿到银行 加一点钱 卖给银行 那这个本票实际上 就是具有一定这个 融资功能的 这么一个债券 用今天我们的理解啊 实际上它就是 类似于一个中介 或者前客 就是放款的是银行 那么接受贷款的呢 是小商贩 他在中间做个中介 但是这样就赚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美国是百费贷刑 几乎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小商贩 他都需要贷款 那么他贷款了以后 他做生意呢 几乎都能挣到钱 因为美国那时候 到处都是一片蓝海嘛 所以说呢 这个贷款行业 银行业是蓬勃发展 那么他第一年 做银行业 他赚了多少钱呢 他一共赚了500万美元 那个时候 简直是天文数字啊 那个时候 他的工作环境 就是家就是他的公司 然后他自己 走街串巷的去工作 当时他雇了一个人 是一个年纪大的人 帮他做账 这个公司仅此而已 挣了500万美元 那我们在反过头来看啊 就是他当时 做这个制衣公司的时候 他挣了多少钱 现在呢 我们没有这个史料记载 他制衣公司的时候 一共赚了多少钱 但是呢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样我们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他换了一个行业 究竟换到了一个 多大空间的 这样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么制衣行业 我们说当时 他买的这个缝纫机 是七美元买的 七美元买的缝纫机呢 我们推算 他当时做一身衣服 不管是男人的西服帽子 还是女人的裙子 应该不会超过十美元 对吧 应该不会比一台缝纫机贵太多 那么如果说他做十多年 他靠缝纫机这种手工作 一共做了一万件衣服的话 那总货值就是十万美元 如果我们假设他的利润 占到百分之五十 那就说他这十多年呢 他赚了五万美元 当然五万美元 在那个时代 已经是巨款了 但是五万美元 和后来他做了银行业 仅仅第一年 就赚了五百万比起来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马克科德曼 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 从德国的一个社会底层 发展成为美国声名显赫的银行家 为什么 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 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 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美国的崛起 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沃土 这个犹太人到美国感觉很舒服 因为没有歧视了 人人平等 另外美国是一个商业的蓝海 做什么都挣钱 卖什么都挣钱 就像中国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初期一样 卖矿权水也挣钱 开饭馆也挣钱 这个买地盖房子也挣钱 干什么都挣钱 那个时候美国也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崛起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马克格德曼 他自己本身具有的那种 犹太人的聪明 然后做企业的勤奋 还有诚实 这些企业家的这种特点 第三个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 就是他选择行业的准确 他如果一直在制一业发展下去 可能取得不了这么大的成就 正是因为他敏锐的选择了 这个银行业 才使他的发展空间无限大 当然可能这个大家还觉得 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欢迎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 美国呢有很多 就是老钱 这些老钱呢 就是成功的家族企业 往往呢 都是由三代人到四代人 才发展起来的 第一代人到美国以后 扎根美国养家户口生活 第二代人呢 在美国长大 他们呢 这个熟悉美国环境 熟悉美国法律语言等等 然后创立企业 然后第三代 第四代发展企业 把企业做成世界五百强 大概都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马格格德曼 一代人就解决了 三代人的问题 这个的的确确啊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从马格格德曼身上 要找到他成功的秘诀 除了刚才说的那几点以外呢 在整个经营高顺集团的过程中呢 马格格德曼也采取了 一些非常好的经营方法 比如说我们下集要讲的 合伙人制度 在1885年的时候呢 马格格德曼呢 就把自己的亲家 这个家族呢 吸收到了高顺集团 然后采用了合伙人制 那合伙人制 在高顺集团 一共用了一百多年 一直到1998年 高顺要上市的时候 才放弃了合伙人制 所以说合伙人制 是高顺集团 从一个 这个普通的金融公司 发展成为一个 巨无霸的金融公司的 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我们下集 一起来讨论 合伙人制的 我们下集团 我们下集团 我们下集团